弥加书 第五章 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 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自来 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 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 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 牧养他的羊群 他们要安然居住 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级 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 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界 践踏宫殿的时候 我们就立起七个墓者 八个首领攻击他 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树地和宁陆地的关口 亚树人进入我们的地界践踏的时候 他必拯救我们 雅各余生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 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陆水 又如干陵降在草上 不仗来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 雅各余生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 如林间败兽中的狮子 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 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 无人大救 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 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 到那日 我必从你中间剪出马匹 毁坏车辆 也必从你国中出灭成义 拆毁一切的保障 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 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了 我必从你中间出灭雕刻的偶像和铸像 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了 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 又毁灭你的诚意 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 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 弥连书第六章 以色列人啊 刚听耶和华的话 要起来向山林争辩 是刚领听你的话 山林河地永久的根基啊 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 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 与以色列争论 我的百姓啊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我在什么世上使你厌烦 你可以对我证明 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 我也拆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 在你前面行 我的百姓啊 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舍的谋 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 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 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 当献上什么呢 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凡尽 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养 不是万万的游和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功业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耶和华向这场呼叫 智慧员必敬畏他的名 你们当听是谁派定行仗的惩罚 恶人家中不仍有非裔之财 和可恶的小生斗吗 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 和囊中诡诈的砝码 岂可算为清洁呢 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 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 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 因此我祭打你 使你的伤痕甚重 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 你要吃却吃不饱 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 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 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 你必撒肿却不得收割 揣橄榄却不得有抹身 揣葡萄却不得酒喝 因为你守暗利的恶归 行雅哈家一切所行的 顺从他们的计谋 因此我必使你荒凉 使你的居民令人吃笑 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 黎家书第七章 爱在 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 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 没有一挂可吃的 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 地上前程人灭迹 世间没有正直人 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 都用网罗猎取弟兄 他们双手作恶 君王寻其面 审判官要贿赂 位分大的吐出恶意 都彼此结怜行恶 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黎 最正直的不过是金吉黎吧 你守望着说 降法的日子已经来到 他们必扰乱不安 不要依赖灵社 不要信靠密友 要守住你的口 不要上年怀中的七七说 因为 儿子藐视父亲 女儿抗拒母亲 媳妇抗拒婆婆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 必应允我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只等他为我辩虚 为我身孕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那时我的仇敌 就是曾对我说 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 他一看见这事 就被羞愧遮盖 我必亲眼见他遭报 他必被践踏 如同街上的泥土 以色列啊 日子必到 你的墙园必重修 到那月 你的境界必开展 当那月 人必从亚树 从埃及的城印 从埃及到大河 从这海到那海 从这山到那山 都归到你这里 然而 这地因居民的缘故 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 必然荒凉 求耶和华 在加密山的树林中 用你的账 募放你独居的谜 就是你产业的羊群 求你容他们在巴山 和基列德食物 像古石一样 我要把骑士贤给他们看 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 列国看见这事 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 他们必用手无口 眼耳不听 他们必填土如蛇 又如土中复形的物 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迎寨 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 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 神啊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必再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你必按古石启示 应许我们列祖的话 向雅各发城使 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使徒行传 第24章 过了五天 大祭司亚拿尼亚 同几个长老 和一个辩士铁土罗下来 向巡抚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得来 铁土罗就告他 菲利斯大人 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这一国的弊病 因着你的仙剑得以更正了 我们随时随地 满心感谢不敬 唯恐多说 你嫌烦恤 只求你宽容 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 如同瘟疫也般 是鼓动普天下 众犹太人声乱的 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 我们把他捉住了 你自己就问他 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 事情诚然是这样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 他就说 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世多年 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 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店里 或是在会堂里 或是在城里 和人辩论耸动众人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 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 我向你承认 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我正按着那道 侍奉我祖宗的神 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 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对人 长存无亏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 和贡献的物上去 正线的时候 他们看见我在店里 已经洁净了 并没有聚众 也没有嘲扰 唯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 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即或不然 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 有妄为的地方 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 纵然有 也不过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 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 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 就知无他们 且等千夫长 吕西亚下来 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于是吩咐百夫长 看守保罗 并且宽待他 也不拦阻他的亲友 来攻击他 过了几天 菲利斯和他夫人 犹太的女子 土希拉一同来道 就叫了保罗来 听他讲论 信基督耶稣的道 保罗讲论公义 节制和将来的审判 菲利斯甚觉恐惧 说 你暂且去吧 等我得便 再叫你来 菲利斯又指望保罗 送他赢钱 所以屡次叫他来 和他谈论 过了两年 波球菲斯都 接了菲利斯的任 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留保罗在监理 诗篇 第四十六篇 可拉后裔的诗歌 交予灵长 调用女音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 虽喷轰翻腾 山虽因海涨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 使神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 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 这城 外邦宣扬 列国动摇 神发声 地便融化 万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来看 耶和华的座位 看他实地怎样荒凉 他只袭刀兵 直到地级 他折弓 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宠 在遍地上也被尊重 万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